郭�明 郭郭 chaptersn 郭文贏 hello 大家好 我提提各位 这个月只有28日 所以 这个月Э undermine支持计划 希望大家记得 在28号之前 记得交月规 支持MyRadio 28号之前 记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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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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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费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某个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其實按照巴士司機的一些工作的守則 其實原來的條文或者一些守則是怎樣的呢 譬如你駕駛的那輛1號 你巴士的車頭要去到1號那個站牌 站頭牌那裏 你停定車才可以開前後車門上落客 這個是條文上寫很理想的狀況 但實際上有很多 因為同一個巴士站尤其是一些比較繁忙的大站 特別是銅鑼灣SOGO那一段 一個巴士站有很多條不同的巴士線都可以埋站 所以同一時間會出現有特別繁忙的時間 是根本巴士站裡面的巴士泊位都不夠 有些司機會偷一點位置 就是你前面的車門已經是靠近行人路 才會開門給乘客上落客 有時候這些乘客也會自己省水 即是繁忙時間那陣 見你要乘坐巴士來到 就自己移前移後 走多兩步這樣上巴士 都是方便巴士 都是方便乘客能夠盡快上學巴士 以及方便巴士能夠盡快駛離巴士站 這個情況相信一般市民大眾都會理解 尤其是繁忙時間 但是這個五演庭真的沒有找事來搞 他就認為巴士司機這樣做是不對的 就要求運輸處或者警方作出一些行動 而剛好在銅鑼灣Sogo門口那裏 為何巴士無法接近站 就已經要上落客 其中一個那個位置最大的原因 是因為前面的的士 那裏其實是沒有的士站的 而是那些的士自己在燈位面前便會停下 因為那裏很多人會乘坐的士在那裏上落客 有時候剛好連續拍了幾個的士 就會直接拍到用巴士站的位置 有些的士明知見到前面的的士棟 已經是你再駛進去 就會駛進巴士站的方法 他都不理 因為那裏其實已經是有一個慣性 有一個所謂潛規則在那裏 甚至嚴重到附近有警車停在那裏 那些的士都不會理 因為其實那個位置都幾多人 因為遊客區 以及本身都是一個交通非常繁忙的地點 本身就已經有很多人會在那裏截的士 所以這個是其中一個原因 導致那個位置會出現一個這樣的問題 而剛好在那一個位置 其實就是最接近那條的士龍的一個巴士的站頭 就是新巴的8號和8P 都是港島的很多人會搭的一條線 因為經過那裏 過了維園去東區 在那一個位置 就經常會發現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那些的士在那裏排隊等下的時候 佔據巴士站的位置 有時巴士甚至乎不能緊隨的士 後面開門上落 有時甚至乎不能接近巴士站 就要在巴士站右邊的行車線 就停一停就讓一些巴士的乘客上落 那這個問題其實在那個位置 都已經可以說是一個很長期的長時間的問題 所以這個建設派的區議員 吳遠亭 其實他就著這個問題寫信 但是他的設入點就非常奇怪 他就是要運輸署和警務署去檢控 或者是特別針對巴士司機有些動作 而不是叫警察或者運輸署去打擊那些違法的的士 這就是2月14號的情況 就是區議會那裏的情況 吳遠亭提到他去信 在區議會提交了這個文件之後 即是無獨有偶 15號很快這個新巴 就向8號和8P的 特別是8號和8P的巴士司機 發出了一個內部的通告 就叫他們在8號和8P的巴士司機 一定是要用一個正確埋站的方式去上落 即是你要整個巴士 泊入巴士站裏面 巴士車頭是要對正這個站頭牌 你才可以開門上落 就這樣 已經引起一些巴士司機內部的不滿 其實這個我們早前都知道 但公司對前線的員工發出一個工作的指引 一個內部的通告 那他們還未照做 開頭他們都不知道 可能在區議會那裏有人拿了這個議題上去討論 直至到星期日 這個2月19號 19號星期日 這個 就不在銅鑼灣蘇谷那個位 就在前一點 大概在中環那裏 宜禍大廈對出 就發生了一件事 那裏也是一個非常繁忙的巴士站 宜禍大廈對出那裏 都是有十幾二十條線 甚至乎是過海線的巴士會停在那裏 但由於那一天 那一朝是星期日早上 就是一個非繁忙時間 竟然有警察去抄牌 就著有巴士去埋站的時候 不是整個巴士能夠拉直去埋站 巴士的車身比較長 車尾那部份 隔了少許去隔離的行車線 就以這一個為由 它阻礙了隔離的行車線 還有還未完全埋站 就開門給乘客去上落 這個原因 有交通警截停了一架九巴 九六八 要對它抄牌 其他司機見到這樣的狀況 你那天還是非繁忙時間 那當然是下車跟你爭論 攝氏就不止九巴 因為那個巴士站 很多巴士都會在那裏停 還有新巴和成巴 就吵了一大輪 那一招是星期日早 它一吵完之後 因為我們地區辦事處 元朗那個 是星期日都開的 我們十二點就開門 開門不久 就有巴士司機 就著這件事去投訴 跟我們講這個狀況 我們立即跟它看相關的情況 以及留意原來 之前灣仔區議會 發生過一件事 有建制派的五遠亭 就著一些港島區巴士埋站的狀況 作出過一些無理的要求和投訴 因為那一架九巴、九六八 其實去總站在元朗 就在元朗那裏開出 其實有一些巴士司機 他一向都會 經常來到我們辦事處 是要求我們去幫忙 跟進一些道路上、交通上的問題 所以就著這件事 其實我們差不多有第一手的消息 我們接收了這個巴士司機 跟我們講解這件事之後 已經立即跟進 跟他講解 為什麼警察突然會這樣做 以及跟他了解那個狀況 即時我們已經知道 很多巴士司機感到非常之不滿 因為這個票控抄牌的動作 我覺得實在是非常之無理 其實是因為一般市民都會理解 為什麼有些巴士 他是不能夠完全埋到巴士站 就要停車開門給乘客上落 那都是為了便捷市民 和巴士司機 大家所謂互惠互理 你上班上學又可以快一點 因為如果價格巴士 都要完全進入巴士站 拉直 不是說不行 如果你本身飛繁忙時間 路面又暢通 你巴士站又沒有 設計又能夠給巴士 可以很安全地進入巴士站 就可以了 我們看看一張圖 看看九六八 就是那個 邵氏的巴士站 站頭的情況 這一張圖就是我自己 親身去拍的 你可以見到這個巴士站 其實你根據地下的那些畫線 就最多同一時間 只能夠有三架巴士 才能賣到站 你可以想像到 其實如果早上港島區 特別是中環 你上班 交通非常繁忙的時間 其實一定是會拍滿了 有時候巴士會怎樣呢 你最前那一架 就盡量駛前些 令到後面其他巴士司機 能夠多些位給他偷 以及容易入站 但是本身這個站的設計 已經是有問題 譬如你看到九六八 我都標示出來 差不多是最後的巴士站頭牌 如果那輛九六八巴士 是要完全拉直去對正 那個站頭牌 才開門上落客 本身已經是一個 Mission Impossible 這個車尾一定會突出 因為這個本身就是 這個巴士站設計的問題 我們看第二張圖 就會見到 其實 就這樣說 這一架九六八 其實它如果以 駕駛正來說 這條文本身已經是 不合格 因為你見到 它是 向前於一個位 就是非繁忙時間 的時候 你的巴士可以向前一點 但如果你駕駛正 正確來說 巴士車頭 要對正這個站頭牌 還要拉直架巴士 才為之合格 但是這個是由於巴士站的設計問題 令到根本就不可能這樣做 而星期日早上那個交通警 正正是就著968 因為當日的星期日早上那一架968 他就車頭對正這個站頭牌這樣上下 其實照計是盡量正確 因為那個巴士司機都是按手側去做 但是當他這樣做的時候 剛剛第一張照片大家會見到 那個巴士站的設計就不夠整架巴士站進去 他就托了一點點車尾出來 就是因為這樣被那個交通警去抄牌 觸發了那些巴士司機就非常之不滿 就立即當日就已經在醞釀著 在群組裏面在吊爆這件事 就覺得為什麼那一招的交通警 要這樣這麼無理抄牌呢 一向以往凸了一點出來這些位置 大家知道是不會出事的 是不會抄牌的 而一般來說巴士司機被抄牌 其實都要是司機他們自己去負責任 去叫交回那個罰款 不會由巴士公司是幫他們負責那個罰單 所以那些巴士司機就非常之生氣 他們就開始在群組裏面討論這件事 其中一樣我們就提供了一些資訊給他們 原來在港島區灣仔區議會 就曾經有過一件這樣的事 加上新巴很快就發出了個通告 給那些8號8P的巴士司機 叫他們一定要盡量按那個守則去埋站 那些巴士司機當然是覺得這個要求是很不合理 還有本身在巴士有很多情況下 即巴士司機本身他們不會無如無辜 就不跟那些守則去做 而是你很多時候要配合路面的情況 譬如如果你巴士站本身有的士或其他車輛 是佔據了你的空間 那你都按照這個守則就是你埋到去 你堅持不開門的 那就會引起另一個情況 就是到時就是乘客罵巴士司機 而這個情況其實我們是接到很多巴士司機的投訴 就是之前就是我們在元朗 元朗辦事處都有跟過很多巴士和交通的問題 那很多前線的巴士司機會來和我們投訴 就是很多客人是對他們很不禮貌 那之前主要就是講因為有很多的走私水貨問題 那些是直接不只罵巴士司機 直接是會動手打巴士司機 那這些片、新聞 之前大家可能在網上流傳的時候有見過 那實際的情況就更加嚴重 因為在新界區是有很多走私水貨的情況 所以有很多的巴士司機前線都會遇到這個問題 那所以這一批巴士司機 他們一知道這件事就開始在群組裡面去講 他們就很不奮起 就覺得這次一定要做些事情 因為他們要把他們還以顏色 還有要給公眾了解 要讓他們知道 巴士司機其實在這幾年 或者是在這幾年的一些工作環境裡面 已經很受氣 所以就開始跟我們討論 他們是有一個想著拿正來做的行動 就是會呼籲同行 既然運輸署或者警察 或者因為建制派的區議員 有這麼荒謬的提議 那我們就保障自己 就依法辦事 就根據他們一些員工的守則、指引 甚至乎是一些法例去做 我們看看公共巴士服務規例 第230A章第九條 就叫做司機的行為 那為什麼要開張圖給大家看呢 因為這個用中文讀出來 其實也不是這些條文的中文寫到一九九 A就說 不得致使該巴士在路上停留不動一段 教接再或放下乘客合理所需的時間 圍牆的時間 就這樣讀出來都不知道大家 理不理解這些中文 然後繼續 但如該巴士是在獲准為該目的停留教所需時間 圍牆的時間的車站或地點停留不動的 則不限在此 B就是 須依照指定路線 將該巴士鎖為鎖旺指定目的地 但因意外或其他緊急事故而無法如此行事 或獲授權的人或警務人員命令 不得如此行事的 則不在此限 其實這些條文都是說 巴士司機本身要按照指定的行車路線 以及真的要埋到站才可以開門上路客 有時候我們見到有一個情況 例如早上講巴士 巴士只是剛剛關了門 然後駛離了巴士站少少 他都不能夠開門給你上車 就是這個原因 不過這個情況通常市民見到 都是會吊咬巴士司機的 因為你會覺得他 為何差少少 你都不開門給我上巴士呢 C就是 雖將其巴士停在每個 顯示所有巴士均 應在該處停車的巴士站 或停在每個顯示所有行走其巴士 所行走的路線的巴士 均應該在該處停車的巴士站 D就是 如獲事已停車 須在其巴士正行走的路線 完線各站停車 讓乘客或移為乘客的人 上車或下車 這些條文 其實全部原本都是拿來 其實不只是保障司機 其實是想規範司機的行為 令乘客都能夠安全上下車 因為始終 譬如 你完全賣了站 就開門給乘客上車 有機會是會釀成一些危險的 但是 這個情況 能不能夠很切實地按照 這些條文去執行呢 在香港現時的交通狀況 配套等等的情況下 其實是完全不可能的 你可以想像 其實剛剛這個星期一 那些巴士司機 其實已經不是一個真正按張工作 只是很簡單一件事 就是去賣站 賣對站 才開門 讓乘客上落 其實這一個可以說是最基本的要求 而我們可以見到的就是 原來香港的那個交通系統 如果你按照他的條文去做的話 反而會變成癱瘓了整個香港 而巴士司機 一直以來所做的 就盡量在適當的空間 或者是情況下 是令到香港這個交通運輸系統 是更加有效率 因為巴士司機 譬如他們能夠所控制到的範圍 都只是巴士行走的速度 和上落客的情況 他們沒有規劃路線等等 他們只是最前線去執行 駕巴士的那個身份 這一個就是我這幾個月來 和一班前線巴士司機 去溝通的時候 所得知的一個狀況 我們休息一會兒 回來第二節繼續講 有關巴士車長起義的其他的細節 是否可以 可以 EFOR 但是我們轉換好 我會讓你來看 你去哪裏 你去哪裏